王峰的首篇《蜀梨》这首诗歌 其实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 《蜀》现代北方称之为黄梨 梨梨就指庄稼长得茂盛 秘密排列的样子 《记》是指高粱 诗歌开篇就描写了诗人的眼前所见 《蜀梨》在田野中行行列列 而高粱苗也长势茂盛 面对这样一片长满了农作物的田野 诗人的状态却是行脉迷迷 忠心摇摇 脉就是远行的意思 迷迷就指走路迟缓 缓慢的意思 摇摇是指他的内心忧伤 心神不定的样子 诗人即将远行 望着眼前的景物和熟悉的故土 他的心中忧伤不已 挪不开步子 不舍得离开 那问题就来了 诗人为何要远行呢 他又要去到哪里呢 要了解这些问题 就首先要明白 《王峰》里的诗歌 他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我们知道最初周五王伐灭商纣王 定都在浩金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西安 到了后来周幽王统治的时期 因为周幽王沉迷酒色 极其宠爱一位叫包四的妃妾 可包四呢 他总是郁郁寡欢 那周幽王为了博取包四一笑 就向全国宣告 凡是能够让包四笑的人 就要奖赏千金 我们现在有一个成语 叫千金一笑 就是由此而来 那那个时候就有一位 名叫国师傅的大臣 就想了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呢 就是建议周幽王派人去点燃烽火台 那烽火台 我们知道是国家在遭遇到外敌危难时刻 才能点燃的 用以来求救的 但是周幽王却不顾这些了 就命手下点燃烽火台 各国的诸侯见到狼烟四起 以为是有外敌入侵了 就立刻带兵 匆匆的赶来救援 结果只看到周幽王和包四在烽火台上 望着那些被戏弄的诸侯大军开怀大笑 那幽王为了博包四一笑 将烽火当作儿戏 三番五次的点燃 戏弄诸侯大军 那之后诸侯就再也不相信周幽王了 这便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烽火戏诸侯 那不料之后犬戎敌人真的入侵 那这个时候周幽王再想点燃烽火求救兵 已经没有人响应了 后来犬戎就攻破了浩金 杀死了周幽王 那西周就此灭亡 周幽王死后 他的儿子周平王继位 重建周朝 并迁都到洛阳 洛阳因为在东面 所以史称为东周 东周时期周王朝已经不如往昔了 日渐衰败 王室所能够控制的只有洛阳周围小块的地区 诸侯也都各自伟大 不再听命于周天子了 周天子这个时候只是名义上还是天下的共主 而《王丰》里的诗歌 其实都是在平王东迁之后所写的作品 它产生的地区也都是在东周、新都、洛阳一带 因为周朝这个时候已经是帝国末日了 苟延残喘 所以王丰里的诗歌普遍就充满了较为悲凉哀伤的气息 历来认为蜀梨这首诗歌 也就是王丰的第一首 他的创作背景就和平王东迁有关 诗人是一位深切热爱故土的君子 因为西周故国遭到了破灭 他要随着周平王东迁到洛阳 所以他心中忧愁不舍 诗人在冬迁之际回望故都浩金 往日繁华络异的景象 而今已经是荡然无存了 偌大的城市如今已经荒芜成了田野 内心感慨的悲凉之情也就油然而生 双击点赞关注听灵七 您也可以通过阅读灵七品读诗经的相关书籍 了解这首诗歌的完整解读 我是灵七 让我们一起品读诗经之美 回归人生初心